台南市的黑金啊 只要一天不破 賴清德就非常痛苦 一旦破了更加痛苦 所以破也不是 不破也不是 台南的黑金 要比新竹跟桃園的弊案 港中 有兩個佛友宜 兩個都是警察 國民黨如果退出佛友宜以外的人 國民黨是自尋實務 其笨無力 對賴清德來講 2024 熱衷奪權的民進黨的 現在目前定於一尊的賴清德 他的奪權會不會變得困難 當然非常困難 就說在桃園在新竹 就是有弊案嘛 然後在台南有黑金嘛 港個案的話 就有林志堅的抄襲案嘛 所以這些尤其是台南市 台南市的黑金啊 給錢的 跟拿錢的 跟中間做broker 做broker 拉皮條的 都跟民進黨有關啊 所以這個案子 到底要不要破 因為指著說 他是黑的我投不下去 他的蜘蛛網全部都是他們自己人 他 指著人家的他也是民進黨 對 而你有沒有比他不黑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去台南市的檢查 聽說分成兩派 就說到底要不要破 我是覺得現在抓進去的六個人啊 到底招供了多少 這些話 這些話也許牽涉到 黃偉哲 牽涉到 邱莉莉 牽涉到 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 有牽涉到的話 那這個不得了 這個如果 照這個方向去破的話 那檢查需要更客觀的證據 來鞏固這個證據 所以他們也不敢破 他們破了 不得了 如果錯了 但是不破 只要一天不破 賴清隊就非常痛苦 對 一旦破了 更加痛苦 所以破也不是 不破也不是 所以基本上 台南的黑金 要比新竹跟桃園的弊案 更嚴重 第一場的說明會 比如說高嘉瑜 他猶豫了 他說我要不要去 但是人家都去 我不去 更加麻煩 所以他還是硬著頭皮去了 然後一路道歉 一路這樣 但是他那個反彈的程度 是超過他的想像 所以他坦白的講 他也不曉得 怎麼犯才好 賴清德會不會 沒有預示到那個什麼 當然也知道 但是他現場看到那個強度 因為那個時候幕僚 來不及替他作業了 他要決定 我到底要如何反應 我這兩邊 我能不能各打屁股50下 還是我要稍微騙這邊 還是要稍微騙這邊 我覺得以賴清德 現在我們看出來 他的格局 他的魄力 他的智慧 他想著我如果 往高下瑜這邊稍微靠 那那天我死了 那天我大概走不去這個會場 那天我會被他罵死 所以他決定就往基層靠 所以他選擇一條簡單的路走 不是選擇一條足跡稀少的路走 所以他減便宜了 減便宜了就是表示他沒有破例 就說賴清德昨天 柯文哲就消遣他 他說他是內科醫生 民進黨這個病人的病 是要送到開刀房開刀的 柯文哲罵賴清德 內科醫生就不敢開刀了 所以今天就是碰到民進黨的一個很嚴重到人 癌末的病人 但是他的癌就是還可以開刀 你不敢開 你連化療都要打折 因為你怕 怕這些人 連化療都要打折 刀不敢開 你這樣的總統候選人 怎麼會有希望呢 侯友宜有兩個侯友宜 兩個都是警察 一個是走巡邏鄉 簽名的那個見警率要高的警察 這個就是他平時才做的 他什麼都做 什麼都到位 他什麼都讓你感動 我就是一個漸行率高的走巡邏鄉的警察 還有另外一個 到底要等 時間到工具帶上來 穿起來 衝進去 沒那麼久出來 手中抱一個小孩 你真的知道 男非無關那個 陳靜欣 我跟你講 那個抱小孩出來的就是 你在想說 你有想到他會這樣幹嘛 你有想到他會有這個結果 我覺得那個警戒真的毫無瑕疵 如果侯宜要選 以這次來講的話 他的民調目前so far 他是最高的 對 他也要他要選 fine 但是我的意思就說 so fine 是innevitable 是不可避免 非他莫屬 國民黨如果推出佛侯友宜以外的人 國民黨是自尋死路 其笨無比